集园果观光工厂 好了 进去看一下究竟是什么 但是这个园子看起来好美 这门口你看春天真的到了 太美了 看吧 然后这个是白色的 应该是樱花 车子一直进来 反红色的应该是桃花吧 香蕉树 它这个香蕉有点不一样 很小颗 好了 正在开花 好小的香蕉 我的天 怎么长这么密 难道这里是香蕉园吗 好了 一探究竟 一探究竟 都这么漂亮啊 可能是黄地椒吧 你看好小只啊 一点点啊 慢慢长啊 太舒服了 这个是羊梅吧 应该是羊梅 看一下下面 羊梅没结果 硕果雷雷 诶 刚刚还在开花 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个树上为什么这么多像虫子一样的 这是什么呀 很多 这个我有点 好像是寄生在上面的 好了 再往前面看一下吧 极极金椒简介 哦 我知道了 全部介绍香蕉的 不是香蕉 肯定是特殊品种呢 看吧 这是羊梅 我之前还以为是桃子呢 百年梧桐树 哇 百年啊 就这一棵 但是好像已经死掉了 紫色的芭蕉啊 哇塞 真的是新品种啊 没见过啊 哦 这里有简介 纸椒 这一棵也太恐怖了吧 鲜层椒啊 真的种一棵就吃不完了 这原子好棒啊 然后还有人在那边烤肉 哇 太爽了 哎 枫叶 这个我的天啊 我还以为是香蕉啊 不是了 是开的花吧 这不属于香蕉品种吧 这看起来又很像 这有了 有有有 火红 嗯 赤椒 这简直是人 那个 神仙住的地方啊 真的是神仙住的地方啊 哇 这又是露营区 娃娃 猪蕉 我的天啊 这个 太不可思议了 这可以结香蕉啊 好像是这个叶子抹起来是香蕉的那个啊 同科啊 巧克力 猪蕉 产地中国大陆 华南 喜马拉雅山 印度 马六甲 马来西亚 澳洲 哦 这个好像就是我吃过的那个叫美人椒吧 对 细细长长的 有点像呢 露营的人还真不少哎 而且这个地方啊 禁园是免费的哦 你看人家真的花好多兴趣来打造这些哦 虽然不要闷窍 清洁费都不用 这又是大家族啊 黑叶 猪蕉 它这个叶子感觉真的也算是那个香蕉的种类啊 白边 猪蕉 怎么这么多品种啊 日食节气 这也是个铃铛 小赤椒 太舒服了 这个地方 看吧 前面是高山啊 黄莲椒 究竟是不是香蕉啊 能不能吃啊 还是这个名字哦 我有点懵哦 不过这里面主要就是以香蕉为主啊 那边有火龙果 哇 我看到象腿椒了 它写的象腿椒不可以吃 我看着 看着是可以吃 为什么不能吃 好了 不能吃就不能吃 要听话 天呐 这个看起来这么正常的椒 也叫象腿椒了 不能吃的 观赏椒啊 这里有写啊 真的百文不如一件啊 红皮 红皮 苹果椒 有苹果的味道 这个好像外面有卖过 我好像有吃过 有点印象 然后这个是黄金 芭蕉椒 这个应该不错 这个就是我们吃的最普通的那种 其实我很喜欢芭蕉 哈利椒 哦 这是泰国的 它可以吃 就是这一颗 斑叶椒 它的特点就是它的叶子 长斑了 看吧 你要不要去斑了 去一趟美容院打一打 每一片叶子都长斑 好了 再往前面走走看看 你看 现在我要穿越紫藤步道 但是现在没有紫藤花 有的话那真是太舒服了 紫藤花步道 美人椒 看吧 这圆子真的好大 看 都是新品种的 芭蕉啊 芭蕉还是香蕉 山蕉啊 山蕉 印尼大甘果蕉 这边有分食用性的香蕉圆 可能刚才走的是那种观赏型的 太多了 芭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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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蕉6号 就是台湾的 玛尼拉 麻蕉 念叶 码 介绍完呢 看对面的太多了 泰国煮食椒要煮过 这个可以吃但是要煮过 那边是火龙果啊 好大一片 去看一下 紫梦幻椒 观赏椒了 全是火龙果 金手指椒 看吧 这颗倒了 砍掉了 好浪费啊 砍掉了不要了 优胜劣汰啊 这里是开始冒险了 是什么 看一下 好香啊 教你怎么料理香蕉啊 现烤啊 拿两颗鸡蛋 这么小就要体验 小小生好可爱 穿厨师服啊 三胶体验学院 外销流程 从从处上采摘 清洗 然后称重 装香 哇 去皮 你 香蕉 香蕉果干 哦 香蕉干生产流程 看吧 也很方便啊 那这里有餐厅 松鼠的市场美味 这个这个是什么 我现在已经出来了 我把这个整个园子逛了一圈 大概这个园子就是它有很多的香蕉的品种 包括国外的 菲律宾的每个地方的市场都有啊 我大概数一下 起码有二三十种啊 然后也有从来没见过的 比如那个刚才那个 那一株啊 红色的我就没见过 然后还有就是让小朋友当小小厨师 去体验那个香蕉饼啊 香蕉披萨啊 好像很多啦 巧克力香蕉啊什么的 然后让他们去清晨体验 然后还有就是讲解了一些 香蕉的知识啊 生产啊 嗯 外销啊什么的 好啦也也不错啦 这个园子真的是真的很漂亮 好啦我现在走出去咯 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哦 拜拜